切舉辦棒球追夢工程計畫 透過海選方式 幫助青少棒的球員 赴日留學 今年即將邁入第三屆 啟動儀式上特別邀請第二屆 雀屏重選的三位小球員 顏宇廷 楊波湘和洪俊熙 即將在明年二月 出發旅日的他們 所以接受前輩和各界的打起祝福 當然要好好在鏡頭面前 分享心情 我要去日本我覺得非常開心 不會擔心 但是我會打進家資源 去日本的心情是很開心 然後又是有點緊張 因為那邊都是怪物 就是要憑自己 然後把自己不足的地方練起來 到那邊才可以上場 自己都有做好心理準備 因為他們的體能 就是練得比臺灣還要多 應該都是一樣 只是就覺得日本那邊 可能會比較吵 選手鏡頭面前難掩緊張 也笑說早有心理準備 到日本會很吵 但看到小球員 對未來棒球生活滿心期待 大前輩趙總教師祥也大方勉勵 勇敢嘗試 不需要涉獻 臺灣的環境有臺灣的環境好的地方 那日本環境有日本好的地方 打球之餘 把日本的文化或者教育 或者是這個學習這個日本人做事的態度 還有語言 我想這個很重要 出國打球人生地不熟 語言學習和棒球技術的鍛鍊同樣重要 衛權龍的守備教練高徐陽介和外野手 紅尾漢也叮嚀小球員 棒球的訓練 未來只會越來越辛苦 但其中的酸甜苦辣 相信絕對會讓他們的高中生活 收穫滿滿 本來第13艘昌黃化軍採訪報導